在地企业松城浩捐赠了50颗西瓜 为老花莲市清洁队、工程队 还有农业景观发展客的同仁 除了替他们家要打气 也采购了瑞穗小农的西瓜 为农民在疫情期间的困境 还可以尽一点心力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代表事工所同仁 感谢松城浩的善心捐助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梓杰 来到了花莲市进封生活园区 捐赠了50颗小玉西瓜给花莲市公所 第一线在外勤执行各项环境清洁 市容维护工作的同仁 让他们可以消暑解渴 就我们希望是可以支持在地小农 然后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 给清洁队员一点鼓励这样子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代表公所同仁 向企业表达感谢 那今天特别谢谢我们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 魏梓杰经理浩总经理的部分 特别捐赠一批西瓜 那总计50颗 那我们预计要给我们的 非常辛苦的我们清洁队的工作人员 那还有我们工程队的一个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农官客的草花班的同仁们 那其实这些同仁们平常在环境的维护 那还有一些市区的绿美化 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那特别感谢魏董事长浩 还有魏总经理 特别看到我们这些队员的一个辛劳 那不定时的都会来关心他们 那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看到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 也给他们多一点打气 多一点加油 他们会全力全心全力的为我们花蓮市 继续努力打拼 松城浩总经理魏梓杰表示 在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面临困境 因此他特别购买来自瑞穗小农的西瓜 要为老师公所辛苦的工作人员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企业社团能够来及时回馈社会 借旅会幻视报导